自打朱元璋当皇帝之后啊 他一直都觉得这个项权呢 对于这个皇权确实是太有限制了 他一向认为自己的天下 是自己的能力争取来的 偏偏有人要过来跟你分权 这不是岂有此理吗 但是这个制度已经有了千年的传统了 无论是大臣还是一般的百姓 都认为那丞相是皇 是那个这个朝堂上的标配啊 那必不可少啊 你要废除这个制度 必须都有一个充分的理由 而胡卫庸这样无德之人的任意妄为 正好可以给他提供一个借口 他静静的注视着胡卫庸 等待着机会的到来 再说胡卫庸 胡卫庸虽然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小人 但是他并不笨 随着自己行为的一步步出格 他对朱元璋的恐惧呢 也越来越大了 然而朱元璋却并不对他下手 这让他有了不祥的预感 他还是比较了解朱元璋的 这个人要么不做 要做了肯定就做绝了 从来不妥协 在经过长时间的思考之后 胡卫庸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对策 那就是拉人下水 在他看来 要想不被朱元璋杀掉 必须保证有足够的人和他站在同一边 所谓法不择重 你朱元璋总不能把大臣都一网打尽吧 至于手段 也是比较简单的 先找好对象 然后封关许愿 大伙一起吃个饭 洗个澡 然后呢搞点娱乐项目 这期间呢是要投入点感情的 那这一套下来双方基本上就成了铁兄弟了 被他这一套拉下水的 吉安侯陆仲亨 御史大夫陈宁 都督茅香 等等一批重臣 一时之间呢 朝中啊都是胡卫庸的眼线了 但是胡卫庸并不满足 他还要拉拢一个最重要的人 李善长 因为李善长不但德高望重 身上还有一件难得的宝物 那就是什么 李善长有免死铁键 李善长呢就有这样的宝贝 而且还有两张 胡卫庸拼命巴结他 这两张铁键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虽然胡卫庸不能自己拿去就用 是吧 但李善长不死 自己那就有靠山了 但是这张铁键的作用啊 其实是有问题的 因为铁键什么 皇帝给发了 其中的变数也很多 皇帝不一定非要杀 他大可把大臣关起来嘛 你不就是个免死铁键 可没说不让你受活罪啊 打你个半死 神不知鬼不觉 找人害你一下 哎 然后来个报病 你这样既成全了他皇帝的名声 又随了你的心愿 是不是 一举两得 而当时的胡卫庸和李善长 都非常看重这两张空头支票 说明了他们的政治水平和 朱元璋比起来 小学生的水平 当胡卫庸暴露他的企图之后 李善长并没有理睬他 因为他和愚蠢的胡卫庸不一样 他亲眼看到过 无数的英雄豪杰 都拜在朱元璋的手上 他十分了解朱元璋这人有多可怕 不会犯和朱元璋作对 这样愚蠢的错误 可他万万没想到 自己当年选择的小人物 现在居然不得量力 要和朱元璋较劲 甚至现在还要拉自己下水 十一十一啊 他坚定的拒绝了胡卫庸的要求 胡卫庸这个人啊 看问题不行 看人倒是还是有一套的 他发现李善长啊 不吃他那套 就开始走亲戚路线 恰好李善长的弟弟李存毅呢 是胡卫庸的儿女亲家 于是胡卫庸啊 就把李存毅拉下水了 李存毅得了好处 就不停的游说李善长 李善长刚开始的时候 还言辞的呵斥李存毅 后来呢 听得多了而默许啊 哎他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我呀我已经老了 等我死了以后啊 你们自己看着办吧 李善长就这样被拉下水了 胡卫庸现在终于是放心了 满朝文武都是他胡卫庸的人 啊你朱元璋都把我怎么样 你做谎的我就不能吗 咱们现在看来 他确实啊是个跳梁小丑 但是胡卫庸的这些话 确实给朱元璋出了道难题 毕竟如此之多的大臣都是一党 朱元璋要考虑如何分化瓦解他们 才能消灭胡卫庸的势力 这又谈何容易呢 真是一道难题 然而朱元璋在听完密探 对胡卫庸反常举动的报告之后 只用了一句话 就解决了这个难题 水平呢是相当的高 既然整个朝廷都是你胡党的人 那就都杀了吧 在杀人这件事上啊 朱元璋一向是说到做到的 他冷眼旁观胡卫庸的一举一动 看他究竟是能玩出什么样的花样来 而胡卫庸啊 也积极的做着对付朱元璋的准备 他知道自己和朱元璋迟早有一天会正面交锋的 哎这一天呢也来得很快 对吧 在一次出游之中 胡卫庸的儿子呢 坠了马了 死在了路过的那个马车子轮的下边 胡卫庸一怒之下 没有通知司法部门 就把马车夫给杀了 这个事啊 传到朱元璋那去 他命令胡卫庸向他解释 到底怎么回事啊 怎么动私刑呢 胡卫庸赶到朱元璋那块地方 他在路上已经想好了所有的借口和说辞 一见到朱元璋 忙不迭的素其苦 哎呀 我这怎么可怜呢 我儿子这孝顺的 那马车夫如何如何的不遵守交动规则 违章亚线行驶等等等等 而朱元璋的态度啊非常奇怪 他只是冷漠 沉默 用冷冷的眼光看着胡卫庸 胡卫庸呢还不知趣 不停的诉说我委屈啊 等等他发现在场两个人的对话当中 始终只有一个人说话的时候 他停住了 他看着朱元璋 他发现朱元璋也正看着他呢 令人恐惧的沉默 朱元璋终于站起来了 他走到胡卫庸面前 用不大却十分清楚的声音 平静的说了四个字 杀人偿命 然后他飘然而出 没有再看胡卫庸一眼 胡卫庸一下子就呆住了 他一直坐在椅子上 呆入木槿看着前方 忽然胡卫庸的手颤抖起来 他用身体压住自己的手 但是没用 他全身都抖起来了 就如同一个抽风的人 他按耐不住心中的恐惧了 这是他身体的自然反应 在家中与那些同党商议的时候 他觉得朱元璋似乎软弱的不堪一击啊 各个部门都是自己的人 而朱元璋并没有什么亲信 随着他的同党人数的增加 他不断的感觉到 我越来越强大 我越来越能耐 在同党的吹捧中 他似乎看到自己将要取朱元璋而代之 成为最高统治者了 而当他真正面对朱元璋的眼神的时候 他才感觉到 自己和面前的这个人差得太远了 自己也算是个人才 但自己的对手似乎并不是人 而是一把寒光闪闪的刀啊 胡卫庸终于明白了 为什么李善长不愿意和朱元璋为敌 不是他没有野心 而是因为畏惧啊 不用交手 胡卫庸已经明白自己上错了擂台 他跟朱元璋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的选手 但是后悔已经太晚了 得 一条路走到黑吧 之后发生的事情有很多不同的说法 很多史料记载 是胡卫庸准备谋反 为人揭发 所以朱元璋动手解决了胡卫庸 然而也有一些史料记载 此时另有隐情 我们觉得后者可能更有可信度 红武十二年十月公元一三七九年 战成国就是今天越南中部啊 这个战成国使节呢 来南京进攻 但是惠庸没有将此事奏报给朱元璋知道 这应该可以算是严重的外交事件了 朱元璋得知战成国使团抵达京城的时候 长期累积的怒火终于爆发了 言辞训斥了 应对此事负责的这个惠庸和汪广阳 汪广阳时任的佐渡御史 其实这个时候 胡卫庸最正确的应对方法应该是认错 谁还没个打瞌睡的时候呢 他却和汪广阳啊 把责任推给了礼部 他认为这样呢 这个事就可以了了 朱元璋充分显示了他的创意性思维 并将之运用在这件事的处理上 他没有被胡卫庸牵着鼻子走 去查到底谁干了这事 而是先把汪广阳给处死了 然后囚禁了所有与此事有关的官员 那既然不是你就是他 那我把你们都抓起来 那一定就没错吧 刀已经架在胡卫庸的脖子上了 怎么砍 那只是时间问题 他没有等太久 图杰呢 是胡卫庸的死党 他当时的职务是御史忠诚 相信大家呢 已经从我们之前的讲述当中 熟悉着这个官职了 他在胡卫庸集团当中的作用 非常有用 非常重要 他是发动舆论攻击政敌 拉帮结派图抹不轨 哪样反正都少不了他 胡卫庸一直啊 是把他呢 当成自己的亲信 然而这个亲信呢 用自己的行为 重新解释了死党 这个词的意义 就是置你于死地的同党 他眼见着胡卫庸不行了 就把胡卫庸的阴谋呢 上报给皇帝了 诶 朱元璋等的不就是这一刻吗 他命令立刻处死胡卫庸 陈宁和胡党中的重要成员 并且灭了胡卫庸的三族 然后他命令 深入调查 还有谁参与这件事了 如果查证属实 一律处死 毫不留情 于是名流轻视的胡卫庸案 拉开了序幕 事实证明 查证属实 那是很难做到的 因为这玩意说实在太麻烦了 而一律处死 这事太容易了呀 当时的审讯方式 也为这件案子的发展提供了便利 审案的官员抓住嫌疑人之后 先提供的待遇 不是咖啡或者清茶 而是往死了打一顿 打完了再说 有些与被审官员有仇的家伙 还会趁乱过去 过过手脸 反正也是办公事 顺便报不私仇 也是可以理解的嘛 然后就是询问同党 那些读书人哪里经得过打呀 东拉西扯 这反正供出许多所谓同党 其实就是自己认识的 有一面之源的 什么借过钱的还过债的 想到什么人就说什么人 那审案的官员当然就高兴了 你看我又从这里边 挖出这么多人来 抓的人越多 这案子也就越来越大 从洪武13年案发 连续查了好几年 查完了之后 这个被杀的人 超过了一万人 胡卫庸精心筹划 多年的计划和组织 就这么着被摧毁了 事实证明 朱元璋要消灭他太容易了 就跟捏死个蚂蚁似的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 胡卫庸都只是一个跳梁小丑 他唯一的有成效的工作 就是拉了上万人和他一起 共赴皇权了 我们差点忘记了 那个告密的图结 他的结局 颇有戏剧色彩 这个在胡卫庸案件中 扮演了滑稽角色的人 案发之后被押服刑场了 与胡卫庸一同被处死了 也不知此二人在刑场上 相遇会有何感慨 胡卫庸就这么死了 这个结果正是朱元璋需要的 现在他正坐在自己的龙椅上 看着下边的大臣们 这些可怜的幸存者 他们和胡卫庸同朝为臣 或多或少有些接触 眼看着自己的同僚们 一个个被拉着杀掉 他们的心中充满了恐惧 该结束了吧 我们只想活下去 可是朱元璋啊 不这么想 在他看来 要做的事 还有很多 不要急 好戏 那才刚刚开始 值得注意的是啊 朱元璋在处死胡卫庸之后 仅一个月 就撤销了丞相 这个延续了上千年的职位 取消了中书省的设置 安排机构分流人员 这么大动作 但是干得雷厉风行 干净利落 这让我们有理由怀疑 他是早有准备的 而无论如何 朱元璋达到了他的目的 丞相这个让人讨厌的职位 终于消失了 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之中 然而他却没有意识到 对于他的王朝和他的子孙来说 这将是他人生中 所犯的最大的错误 朱元璋 宰了胡卫庸 废除了丞相制度 但是他并没有罢手 他的眼睛呢 又转向了掌握军权的大都督府 当时掌管都督军权的呀 正是他的外甥李文忠 事实证明呢 在不信任大臣这一点上 对自己的亲属 他也一视同仁 他改组了大都督府 把这军事机构啊 分成了左中右前后五部分 至于说原来的统帅李文忠呢 他也没有放过啊 由于李文忠曾经指责过 他滥杀无辜 而且触怒过朱元璋 朱元璋决定啊 送佛送上天 连李文忠一起都给宰了 就在他准备动手的时候 马皇后站出来说不行 咱可不能这么干 求他看在李文忠 立有大功的份上 留他一条命 朱元璋啊 从不卖别人的面子 但是马皇后 那是跟他一起啊 同甘苦共患难吧 情深义重啊 于是呢 他听从了这个劝告 放过了李文忠 但是仍然严厉的处罚了他 并削去了他的职位 处罚李文忠并不是一个单独事件 他有着更深刻的含义 这件事告诉所有的大臣 朱元璋在检出一己这个问题上 是有着大义灭亲的精神的 无人可以例外 胡卫庸案牵扯的人越来越多 在某种程度上 已经演变为屠杀了 而那些个办案的官吏们 手持名单到各个衙门去找人 找到就抓 抓到就打 然后逼供 再根据逼供得到的名单去抓人 这些人权力极大 即使衙门正在办公呢 他们也能公然的闯入 抓走所谓的犯人 从而导致了很滑稽的现象 就是往往官老爷啊 刚刚还在台上 威风凛凛啊 在堂上断案子呢 哎 结果呢 这人一进门 就把那位人凶从堂上拉下来 靠上加索带走了 下边的犯人看的 根搂根搂的 那 侦办此案的线索来源 主要是两个部门 一个叫清军都督府 大家可能对这个名字并不熟悉 但是说到他后来的名字 那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什么名字 锦衣卫 另外一个呢 除了锦衣卫之外啊 呃 其实另外一个呢 就是不算是那个官职啊 不能成为部门啊 只能叫群体 这个群体的名字叫简教 他们没有固定的编制 全部直接向周元璋报告 探听到的各种情况 他们是周元璋最主要的耳目 这些人晚上不睡觉 到处的转悠 从史料来看呢 他们的窃听和跟踪手法 十分的高明 比如说国子兼祭酒宋乐 有天上朝啊 周元璋问他 呃 为什么昨天晚上不高兴了呀 宋乐大吃一惊 周元璋拿出一幅画来 正是宋乐昨天晚上生气的 那个表情的画像 这件事就有点让人毛骨悚然了 你要知道宋乐 并不是睡在大街上 他是在自己家里生气 这些简教不但一直在监视他 还居然饶有兴致的 把他生气的样子给画起来了 这些人互相不认识 只受周元璋的调遣 这些人无孔不入 不风捉影 制造了很多的冤案 正是有了这些人的帮助 周元璋在胡维庸案件的办理上 越来越得心应手 杀人是越来越多 官员们惶惶不可终日 牵涉的人呢也越来越多 甚至连已经退休的 也被抓回来了 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宋莲 宋莲呢 但是朱元璋手底著名的文臣 也是一位优秀的学者 他是刘伯温的老乡 被朱元璋委派了一个重要的职务 就是当太子朱彪的这个老师 他完美的完成了这个任务 在他的教导下 朱彪和他老子朱元璋完全不一样 朱彪为人宽厚仁慈 甚有明君之状 后来呢 他要被委以修原始的任务 担任总裁官 但是朱元璋啊 并不看重他 在朱元璋的心中呢 宋莲只是一个文人 写点文章还行 并不能出谋划策 所以他授予宋莲的最高官职啊 只是小小的汉林学士 就是个武品 直到洪武十年宋莲退休 他的官职还只是个学士 朱元璋虽然没有重用宋莲 但是却相当信任他 这在很大原因上 是由于宋莲的个性 宋莲出了名的老实人 无论什么事 从来呢就是实话实说 朱元璋曾经感叹过 说宋莲伺候我二十年 没有说过一句假话 也没有说过别人一句坏话 真是一个闲人 宋莲退休的时候六十八 朱元璋送给他一块布料 并且叮嘱他 三十二年以后 拿此料做一件百兽衣 宋莲感动得劳累纵横 然而不到三年 朱元璋就为宋莲准备了一件新衣服 求福 由于呢 宋莲的孙子参与了胡卫庸谋反 在朱元璋不远千里 把宋莲给召了回来 要把他杀了 这也反映了朱元璋的另一个特性 就是选择性的健忘 关键时刻 还是马皇后站了出来 他成功的劝说了朱元璋放了宋莲一条生路 朱元璋的行为呢 越来越偏激 手段也越来越狠毒 除了马皇后以外 很少有人能改变他的决定 红武十五年八月 一个人去世了 这个人的死 在历史上似乎并不是什么大事 但是对于朱元璋而言 却是一个真正的悲剧 这个人就是马皇后 马皇后从朱元璋与危难之中 在朱元璋被困就快饿死的情况下 冒着生命危险给朱元璋送饭 他虽然是个女子 却颇有胆识 陈永亮进攻龙湾的时候 他捐助自己所有的首饰财务劳军 并组织妇女为军队缝补衣服 即使在大富大贵之后 他也保持了简朴的作风 不骄不舍 并且劝告朱元璋 不要忘记民间的疾苦 甚至在用人上 他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愿得闲人共理天下 这被朱元璋以为智力明眼 更难能可贵的是呢 他阻止了朱元璋很多的恶行 朱元璋要杀朱文正 他劝告朱元璋 朱元璋是你侄儿 立有大功 别杀 朱元璋要杀李文忠 他劝告朱元璋 李文忠是你外甥 也是你的养子 留他一命吧 朱元璋要杀宋莲 他跪下求朱元璋 宋莲是太子的老师 老百姓尚且尊师 何况帝王家呀 他就是这样用他的慈爱 去关怀着每一个 他认识或者不认识的人 把他们从朱元璋的屠刀下救了出来 他比朱元璋更知道 人命的可贵 他在病榻上留下了给朱元璋的遗言 愿陛下求贤那箭 有始有终 愿子孙个个贤能 居民安居乐业 江山万年不朽啊 说完 马皇后是含笑儿时 马皇后的死 给了朱元璋巨大的打击 之后朱元璋在错误与偏激的道路上 越走越远 直到他生命的终点 胡为庸案还在进行之中 不断有人被抓 不断有人被杀 李善长向朱元璋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并接受了处罚的侥幸逃脱了 但朱元璋的性格决定了 李善长必定不得善终 红武23年公元1390年 李善长家里边修房子 他已经不是当年的丞相了 不能再呼风唤雨了 但是修房子总得找帮手啊 他自己那么大岁数了 自己不能动手啊 他想到了带兵的汤和 汤和呢是他老乡 也是他好朋友 他就跟汤和啊请求 说你能不能说借我三百士兵 给我当劳工 把我呢修修房子 这似乎是一件平常的事情 然而有一件事他绝对没想到 汤和把这事通给朱元璋了 在借给李善长三百士兵之后 汤和立刻密报给了朱元璋 朱元璋又一次对李善长动了杀机 你要三百人干什么 应该说三百人实在是干不了什么 而且兵还是汤和派出去的 不会听李善长的指挥 即使如此 这件事情已经足以成为 骆驼背上的第一根草了 这样看来汤和能够活到最后 实在是有他的道理啊 老眼昏花的李善长 似乎是嫌自己活得太长 他立刻就犯了第二个错误 犯什么错误呢 他这个亲信呢 丁斌呢 因为犯法呢 应该被流放嘛 判了个留罪 结果李善长呢 却上书为丁斌求情 你一求情 朱元璋就怒了 你李善长以为你是谁啊 我皇上处理犯人 我还得问你的意见吗 而下令 不再流放丁斌了 但是呢 却没释放他 而是把他关到监狱里去了 日夜都没完了拷打 朱元璋相信 李善长身上 一定有着某些秘密 而这个秘密 丁斌一定是知道的 事实证明 他的判断是对的 李善长所作所为 对得起丁斌 可丁斌却对不起李善长 丁斌扛不住拷打 供认了李存毅与胡卫庸 共同谋反的细节 朱元璋当机立断 把李存毅给抓了回来 还是言行拷问 李存毅与是又供出了 他劝说李善长的情况 而李善长的那句 如等自为之 也成为了朱元璋 嘴里出现频率最高的词句之一 这骆驼可马上就要倒了 再加一把稻草 那到这个时候稻草 那肯定就不难找了嘛 李善长的家奴 经过仔细的分析认为 时机已到 落水狗不打白不打 打的不白打 他们合谋以受害者的身份 向朱元璋申诉 这自己啊 长期受到李善长的欺压 并且状告李善长 积极参与胡卫庸谋反 并且将时间地点 说的是相当的清楚 虽然以他们的身份 似乎不太可能 知道的这么清楚 但在当时 这点已经不重要了 只要有人站出来指责 他就好了 这时候凑热闹的人 也就多起来了 玉石们纷纷开始上书 弹劾李善长 这个不要脸 我们早看出他来了 从上朝时候 不注意礼节到贪污受贿 罪名真是无所不包啊 李善长这就算是活到头了 你别说什么铁券了 钻石券 什么什么优惠券 都不好使了 救不了他 哎呀 追随了朱元璋几十年 终于到了终点了 反正不管怎么说吧 李善长啊 他都没有谋反的理由 你分析一下 你就知道了嘛 他儿子娶了公主 他本人不但是 朱元璋庆家 也是第一重臣 即便说胡卫庸 谋反成功了 那也是胡卫庸 当皇上 跟他李善长 有毛线关系啊 他最多也还是第一重臣 当然了 朱元璋也自然就知道 这个李善长 没有必要去谋反嘛 他明白了一下 但是他确实有必要 要杀掉李善长嘛 但是后来呢 念及李善长 跟随自己多年呢 临杀的之前 朱元璋还是见了他一面的 几十年前 李善长投奔了这个人 他们彻夜长谈 相见恨晚 共同谋划着将来的远大前景 那年李善长四十岁 朱元璋二十六岁 他向现在的皇帝朱元璋 叩头谢恩走出了大殿 李善长走上了刑场 最后看了一眼天空 今天的天气 真的是好蓝啊 突然想到三十六年前 他走进朱元璋军营的那天 似乎也是个晴朗的天气 红武二十三年 公元一三九零年 朱元璋杀李善长 遗弃三足 李善长的死 终于给延续了十年的 胡卫庸案 画上了一个小小的句号 字幕志愿者 李善长